日本的飲料,在美國,用中文 大家好,歡迎來到小卡的西齊克勒頻道 今天我們在一次有一個日本的飯的 可是我不在日本,我現在在美國 這是我自己在行李里,從日本帶到美國 所以現在我在老家,這是我的老車 我剛剛怎麼說vacuum,clean it out 可是我在行李帶了幾個日本的飲料 沒有在日本有機會拍,所以因為我的行李有空 我帶了到這兒 Anyway,so this is a,應該是顯示的特別的味道 分的青春Sweetie Sweetie你會嗎?應該你一定不會 Sweetie是一種hybrid fruit 是一個palmelo跟一個grapefruit在一起 是葡萄油跟palmelo合作 所以這個叫白金葡萄油,我寫在這兒 另一個名字是Sweetie,as in like,Hey Sweetie 是親愛的Sweetie so anyway,that's what it is 我不知道為什麼叫Sweetie 應該叫了白金,因為那個外語的名字是Oroblanco 意思是白金,so可能裡面是白色的,他們叫白金 不知道,anyway,我們試一試 我醬了太多 oh,very grapefruit 那個葡萄油香味不少 oh,now,pomelo跟葡萄油的分別是什麼 應該是差不多 yeah,ah it's kinda sour 一點點酸,可是不是太酸 um,yeah yeah It's not bad It's better than grapefruit juice,I'll say that much 比葡萄油汁,葡萄油汁好得多 不是那麼酸,可是有一點酸,有一點甜 還有那個湯的水瓶有一點有意思 so,我拍之前我查了那個原料 說的是包括人造甜味劑 你們都知道我非常不喜歡人造甜味劑 所以大概每次我可以嘗得到 可是這次應該不認識 因為應該,對不起,在這兒有一點 哇,放太多 應該他們用的不太多 因為我看那個湯的水瓶還很高 so,每100ml是10克g per 100ml so,這個比普通的顆粒差不多 9點多,10點多 可是,所以普通的比方說 檸檬、雪等等 他們都是13、14 所以我猜他們覺得 哦,13、14克每100ml是太高了 太不健康 所以他們加了一點點的 ASK 人造甜味劑 他們只用一點點 所以那個湯的水瓶應該是13、14到12個 so,the good news is I don't taste it 如果你喜歡Citrus 如果你喜歡這種的 葡萄油脂 葡萄油氣血 應該你喜歡 比那個甜一點喝得容易 可是 可是我不太喜歡那種的Citrus飲 so OK,so 芬達日本的青春Sweetie 應該不是普通的Sweetie 是青春的 年輕一點的 更新鮮的不知道 因為我的最終判定就是 青春還是勞動 還是中年的那個夏天 我不在乎 我不太喜歡那個Sweetie OK,one more You taste ok but you're definitely not my Sweetie OK 謝謝你們的支持 謝謝你們的訂閱 哦,看到我的錢商 這個是一個非常老的錢商 應該是快十五年 可能快二十年前 你們喜歡24嗎? 應該太老了 I'm Federal Agent Jack Bauer and today is the longest day of my life 應該我快二十年前買的 然後 在我的家 我放了在後邊 所以我 最近我用了非常少 然後呢 maybe 我兒子出生的時候 我帶到日本 然後在那個closet的後面放了 所以可能十年多 賺得非常少 然後呢 最近我路遊的時候 我大概都帶了些老的衣服 所以如果我賣的太多 我可以丟了這個老的衣服 我放 我留在日本 還是我留在我老家 我沒問題 還是我在酒店 我可以丟了 不一定 帶回去香港 maybe see you later to see to you 太辣了 OK 隨便 下次見 See you guys later Bye 就是一個可口可樂 就是一個山仔可口可樂 Ice Cola 大家好 歡迎來到小卡的喜奇可樂頻道 今天我們在...